高雄市政府举办古道与水道交汇的历史场域 登山街60项的记忆活动 宣告全台第一个最终历史现场计划场域完工启用 市长陈局感谢各界大力协助 也邀请大家一起遇见 石温侯、刘明川、御人皇太子的足迹 寻访最原贵的高雄 市府向文化部争取预算 针对哈马新、左营凤山旧城 分别提出新病案及建成案 预计八年赤字27亿进行整副 其中登山街60项是古道及水道交汇的历史 30号正式启用 上升全台第一个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场域正式完工 我们把很多电池条落地 让这个整个街道天际线 很漂亮、很清晰 我们把很多转弯、转角 很多地方整理得很清晰、很舒服 大家突然说哈马新都不一样 陈居表示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 不同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 累积成为城市的历史 这里过去是英国领事馆史温侯 台湾巡抚流民船及日本御人皇太子 不同时代隔空交汇的地方 未来将成为历史展场 让访客在此穿越时空 在造历史现场计划是文化资产治理的新公民运动 目的是连接与在线土地和人民的历史记忆 高雄市政府以建成新兵两大计划 向文化部争取经费 不仅是历年来罕见文化资产保存活化案 也成为文化部向各县市解说的示范计划 未来将持续深化高雄文化 翻转高雄的城市印象 港都新闻林亭洋洪静怡采访报导